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13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妄媒读报 我是Jennifer 中国经济到底如何 在迪拜举行的世界政府高峰会期间 跨国银行扎打集团首席执行官温托斯表示 随着中国经济经历大规模转型 以及人们对房地产危机的担忧日益加剧 中共正面临一场信心赤字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 都对共产中国缺乏信心 在我看来 共产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信心 外部投资者对中国缺乏信心 国内守护也缺乏信心 2月12日周一的一个小组讨论中 专注于新兴市场的 扎打集团首席执行官温托斯 在对美国财经新闻CNBC说 2月11日周日 国际货币经济组织IMF总裁 克里斯塔利纳格奥尔基耶娃 在迪拜接受CNBC采访时强调 IMF已与北京讨论了 需要解决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我们的分析表明 如果不进行深入的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跌至4%以下 格奥尔基耶娃说 我们希望看到经济真正更多地转向国内消费 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但为此 他们需要提振消费者的信心 这呼应了温托斯对共产中国面临最大问题的看法 这意味着修复房地产 建立退休金制度 以及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长期改善都是必要的 投资人密切关注中国动向 中国的股市波动 通货紧缩问题和房地产危机 为经济增长前进蒙上阴影 根据IMF2023年12月下旬完成的报告 未来10年 中国对新住房的需求预计将下降50%左右 报告称 新房需求减少将加大消化过剩库存的难度 将经济调整延长到中期 并对经济增长构成压力 房地产及相关产业此前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引擎 约占经济的四分之一 但近几年来 房地产已经成为了经济的拖累因素 多家房地产巨头纷纷陷入违约 恒大集团已经被香港法庭下达了清算令 华尔街日报此前的报道 也点明了共产中国面临的信心问题 报道说 中国糟糕的经济数据 可能暗示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中共政府未能让居民相信 在后疫情时代 他们的财务前景是有保障的 居民对未来收入前景 及其主要金融资产住房的安全性和价值信心大失 甚至可能永久失去信心 2月8日周四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下降0.8% 超过经济学家预期的0.5%跌幅 这已是中国CPI连续第四个月处于通缩区间 与此同时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下降2.5% 环比下降0.2% 工业品出厂成本已连续16个月陷入通缩 华日援引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与经济学教授 IMF前中国区负责人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的话说 2月8日公布的物价数据和其他一系列疲软的经济信号 预示着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隐患重重的时期 目前中国股市一波一波的股灾 让无数大陆普通股民血本无归 其中不乏中产人士 多少人对在中国的生活完全失去信心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2月13日最新消息 随着中国股市暴跌 MSCI将大量中国股票从指数中剔除 目前中国市场因春节假期休市 2月14日香港股市将从假期中回归 该消息可能会加大抛售压力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将从其全球基准指数中 剔除数十家中国公司 此前随着中国股市市值蒸发数万亿美元 许多中国股票大幅下挫 这家指数提供商在最新的季度评估中 将66家公司从MSCI中国指数中剔除 这是至少两年来最多的一次 这些变化也适用于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指数 将于2月29日收盘时生效 被减实的股票包括房地产开发商金地集团 绿城中国以及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平安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Capital.com Inc.高级市场分析师Cyle Roder说 这凸显了中国股市出现资金流出的问题 因为投资者减少对中国的藏口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期基本面疲弱 但也因为对持续的金融不稳定 监管不确定性以及最重要的国家风险的担忧 他补充说 一些投资者也可能因为已经发生的损失 或某些公司不再属于投资委托范围而被迫清算 此外还有三只股票将从香港指数中剔除 分别是百威啤酒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和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不过并不完全是关于剔除的 MSCI中国指数将增加五个成分股 其中包括电器制造商美帝集团和皮肤护理公司巨子生物 不过在香港股市周三开始之际 大量股票被剔除可能会带来压力 MSCI在将股票纳入其标准指数时考虑了许多因素 包括市值、自由流通股和极端价格上涨 IG Markets有限公司的市场分析师黑逼称表示 这份被删除的中国公司名单 涵盖了从科技、房地产、零售到医疗保健等广泛行业 强化了人们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统性担忧的看法 盖拉格是美国国会著名的抗共大将 上周他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由他所领导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未来走向也成为舆论关注话题 1月13日周二 台湾媒体透露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21日将再度率团访台 渴望会晤台湾新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与立法院长韩国瑜 美联社报道 盖拉格是一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自2017年以来 一直代表威斯康星州第八选区参加国会 便于2023年开始领导了一个 致力于对抗中国的众议院跨党派委员会 成为美国国会最年轻的委员会主席 在该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上 他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描述为 一场关于21世纪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生存斗争 而中国官员则抨击该委员会 指责其成员存在偏见 并维持冷战思维 随着美中之间的竞争关系 在近几年来持续加剧 美国应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 也成为国会中少数受到养党支持的政策之一 该拉格在对中议题上属于鹰派立场 多次公开批评中国 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实施投资限制及企业审查 也因为在委员会中与民主党人顺利合作获得称赞 周一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致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国防部长奥斯汀 及商务部长雷蒙多 美国政府应该针对中国药物及生科公司 药明康德及其子公司 药明生物进行制裁审查 使这家全球制药巨头与北京和中国解放军的联系 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4月 曾在访问美国加州时 与时任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的麦卡锡举行会晤 当时盖拉格就站在麦卡锡身边 而在卖菜会之前 盖拉格也曾在2023年2月低调率团访问台湾 纽约终于感受到非法移民犯罪浪潮的可怕了 据报道 从2月12日开始 纽约在20个非法移民庇护所实施宵禁 从晚上11点到早上6点 禁止非法移民迈出庇护所一步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委内瑞拉一个暴力团伙将成员送到纽约 让他们在纽约掀起了犯罪浪潮 通过抢劫 盗窃 洗钱等一系列犯罪 将美国居民的储蓄洗劫一空 在最新公布的一个抢劫的监控视频显示 一名又12岁的女性 伊琳娜·潘杰列娃 在纽约布鲁克林街道 遭到了骑轻变摩托车的匪徒抢劫 并被拖拽 老人的手机和手势等财物被抢走 人被重重地撞上人行道上的自行车架后 陷入昏迷 警方逮捕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分别是19岁的克莱伯·安德拉德 和23岁的胡安·乌兹·卡吉 他们是一个更大的犯罪团伙的成员 该团伙已经在纽约 制造了62起不同程度的重大抢劫案 这还只是初步统计 实际参与的案件可能高达150起案件 据称 主犯是30岁委内瑞拉非法移民维克多·帕拉 他因重大盗窃罪被捕后 但是在去年12月被法官释放之后消失不见 警方称 帕拉于2023年某个时候非法进入美国 他将向其14名手下发送具体命令 详细说明他正在寻找的手机类型 据称 这些摩托车司机抢一部手机可以赚100美元 而帕拉则可以赚300到600美元 一旦拿到手机 立即会有黑客入侵手机的金融或者银行程序 然后在网上转账或者购买商品 将银行资金耗光 更过分的是 他们居住在纽约纳税人资金提供的庇护所内 一日三餐由纳税人买单 吃完嘴都不抹就出去抢劫纽约人 真正是吃你的 助你的 用你的 还要抢你的 在所谓的进步派控制了司法的前提下 警察费尽千辛万苦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转眼间就会被林保释金释放 即使开庭也找不到嫌疑人 被释放的犯罪嫌疑人则又继续在街头开始犯罪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这些摩托车抢劫案的幕后黑手 是委内瑞拉残暴的犯罪团伙 阿拉瓜特伦组织的成员 他们利用拜登政府开放边境的时机 将大量成员派到美国进行抢劫 目前确认大规模出现在纽约 也可能在其他城市存在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